你是在哪一刻决定 放下你的暗恋的 高中的时候 我有一个玩得超级好的兄弟 他单眼皮 右手上有颗痣 写字超级好看 特别喜欢看火影 大概是因为喜欢吃香菜 所以有些臭屁 我们同学了三年同桌了三年 更巧的是啊 我们还都是班上的英语课代表 但没有人知道 在那个满市考卷的高中时期 我偷偷地 暗恋了他三年 昨晚睡眠睡不着 打开了QQ 在翻阅好友列表的时候 看见了他的名字 愣了两秒后 发现自己已经点进了他的空间 他参加下篮球队获奖了 真好 他考上研究生了 真好 他有女朋友了 真好 看着QQ留言板内 他们的亲密互动 看着他们的情侣空间 那一刻 我的心里有种说不出来的感觉 转身观射手机的时候 发现不知什么时候 枕头上已经湿了 其实仔细回想起来 在那三年里 我很多次跟自己说 不要再喜欢他了 是在高二小高考考完那天 朋友兴奋地发信息跟我八卦 你不是那么穷中和三年年 抱起第一次吗 怎么可能啊 怎么可能和那个女生在一起了 而且他说了 是男人的嘴片的鬼 我跟你讲 是在临近高考的那段时间 我买了一条好看的小裙子 当我第二天 美美地穿着那条裙子 去上学的时候 路过钢琴教室 看见 他和他女朋友在一起 那个女生 穿着和我一样的裙子 他们在一起弹钢琴 特别地板配 那一刻 我的心就像被针扎了一样的难受 是在 戴衣的时候 我偷偷去过他的学校 隔着五米的距离 看着他的背影 大概 这就是安恋最好的间距了吧 昨天 是他的生日 祝他生日快乐 再见 你们呢 是会在学生时代 偷偷地喜欢了一个人很久 祝你们的暗恋 都能够成真